新建大樓 低樓層还有工人忙着施工收尾 却有民众PO文指控 两年前买了高雄预售屋 两年后建商却未一约定交屋 完全没消没息 说是因为原物料大涨 每拼要涨三万元 要么接受条件 要么不交屋 民众直接上官网询问 却被删留言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原物料上涨 希望能够同意一瓶加价三万 他们才愿意交屋 两年前乌先生买了19.7瓶的预售屋 一瓶25.18万元 成交价是496万元 没想到两年后 建商不断延迟交屋 还加价到每瓶28.18万元 等于每瓶加了三万 总价直接变成555万元 建商却说因为原物料大涨 不加钱就不交屋 原本的成交价格 却疑似变成坐地起价 让他无法接受 不管结果如何 我们公司都会依照 我们说外面所签的合约 有没有去做执行 所以目前没有加价 就是我们还在跟客户协调当中 目前我们看到的契约条款里面 其实没有针对物价波动 卖方可以调涨价金的规定 建商他不能片面的要求涨价 建商表示目前都还没有定案 会持续跟客户协商 也会依照合约执行 消保官也呼吁民众买房 记得将合约看清楚 别让自己吃了亏 记者蔡霜姐 骆菜摇 高雄报道 请上这个梦梦水 独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